各位大家好 接著我們完成第十七和第十八的路段 第十七的路段全都是正常的路面 但不要想太好 你看看那個地圖 多彎都不知道怎麼過好 先整車 接著有24分鐘 如何有效地用在車上 按照我做的話 贏不贏就很難說 但最低限度的車應該不會搞到中途要退出 玩不完 到這裏有24分鐘 首先看到Cooling System 弄8分鐘 因為看到很厲害 接著的Suspension 其實都已經不太好 所以都要放時間 到最後 再放 Bodywork和Electrics 留在之後 接著 再跟著 Session 才會再維修 才會再維修 Bodywork 那些 然後看看 應該是乾爽露面來的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好 希望大概11分鐘以內完成 其實希望再早一點 能夠的話 現在雖然在領先 但只不過是領先一段很短的距離 所以最好能夠在這幾個回合 盡量拋圍差距 1 4 3 2 1 GO GO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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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些路段 也是只要用5波來走 在之前 能夠 有一個差距拉開 就最好了 但都不容易 因為始終 這個 這個路段 也是一個非常多彎的路段 落後根3.9 是 彎都可密 幸好還未到達 所以 搞到他要先跟我說 三個彎之後 是怎樣 開始了大概 十分一 仍然落後 又進到森林 那條路闊少少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窄 而且彎都算容易過 用舊鍵盤之後 再沒有出現那些 無緣無故 會向左 或右 擺的情況 所以容易拿很多 所以 以前我們打舊遊戲 選一個好的鍵盤 你不要以為完全不需要 其實 都有需要 那當然 不需要 以前呢 我們就不像現在這樣 我買個鍵盤 都可以買成千元 我前兩天出去旺電 還是那些電腦商場 走 有些 有些鍵盤貴得很重要 就是別人電競用的那些 不需要用到那些 方便 和 訊息不要無緣無故 傳錯了給電腦 就OK 好 先拍一下 可以 這裡會慢 剛才那邊慢了 因為連續兩個黃色彎 很難搞到不減速 這裡應該要去到大概190 才可以令到有領先優勢 這一段比較多彎 比較難一點 又是 原本可以轉彎 但是呢 一飛高了 就想 根本就控制不了前彎 那就沒辦法了 好 現在形容是 有一點點領先 又有一點點領先 又有一點點落後 我下一秒 撞一撞 最重要是保持速度 不要扣減太多彎 嘩嘩嘩嘩 這裡差一點 差一點反車 其實很容易反車 幸好 之前有減少少速 否則應該已經快一點 左邊 右、左、左ہ 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左上 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 the middle 那個彎曲 過得不到 不過不要緊 因為有一半的路程可以追 兩秒而已 很害怕 差點出事 在森林中看不到前路 所以很多時候準備不到這個環境 進彎的角度很難去難 你不敢太強 撞爛一支燈也沒關係 還未到夜晚 不用理會 終於走出森林 剛剛的黃色彎也算過得好 減速度不太多 所以可以繼續 繼續拋離了 條數 先人跳 不太多 引擎有傷害 為什麼左彎這麼難過 怎樣扭軚都好像過門 都不能過到那彎 黃色彎提早了 黃色彎 弄得減速減到 黃色彎 很慢 黃色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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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交到康彎 黃色彎 удар dizzy left easy right easy left easy left easy left medium right easy right easy left 我覺得我 لم satisfaction嗎 애 المت 옆 easy right 你 lamb到剛才 entire 嘩嘩嘩 我覺得她的提示根本不是在提我 她剛才提錯了我彎給我 幸好沒有反車 但是能夠在10分鐘以內到 現在不算太好 我希望10分鐘多一點 她的紀錄好像是10分鐘15秒 剛才忘記了 就算不是做到的紀錄 也希望可以接近 等等不要輸太多 還有主要對手可能到後段 她的車都會出問題 可能她也會慢 所以也不一定會輸 不是 又有傷害 我也不知道如果一路都不整 到最後會怎樣 是不是會飛掉車門 哇 好像很糟糕,過了 差點,如果下了水桶,車的速度變成零 不要破紀錄,那邊又損失了五、六秒 10分鐘了,不過幸好都快到了 過了幾個彎應該到了 終點了嗎?還未? 只剩下一段 過了這個也差不多了吧 10分29秒8 跟我自己最佳紀錄都差不多了 但是比葡萄牙更快 但是輸給日本那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日本會叫日本人 但是名字完全不日本 OK,Overall,落後了五秒 但是其實追了的 原來我之前是輸給他 但是我叫他追了十幾秒 我以為現在只差五秒 好 其實算是這樣的 我已經不算太慢了 那... 先看看,有沒有安全? 沒有了 沒有了 好,那就不管了 第十八個路段 先看看 這邊 也算是... 天氣也算是OK的 好 整車 只有十五分鐘 那十五分鐘可以怎樣做呢? 兩樣東西要做 第一,整個身體 因為身體已經很殘 然後再整個... 就是整個樓梯 剛好用剩一分鐘 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 就是... 用一些泥路的... 乾性軌 就是... 十一分鐘... 十一分半鐘左右 就完成了第十八個路段 應該要 好 我等他出了高的字 我才夠膽呢 開始... 幾步 如果不是... 在這裏罰一分鐘 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沒得玩 沒得玩 如果... 一分鐘... 就是... 一分鐘就沒得玩 就是... 我前段拿得不太好 所以... 現在... 沒有領先優勢 哇... 這些彎也... 有彎也不是我 friction 快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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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路都比較差 總算沒什麼事 嘩 嘩 很難不撞一旁 這種彎的設計 上算不錯 應付得到 還是在輸妙嶺 這裡有大量的黃色彎和紅色彎 所以很難保持速度 一下子就被拋離 嘩 這裡很難 黃色彎 落後七秒 追到單 落後兩秒 雖然在森林陸面 但他這個 視線開闊了 有多一點 至少大概看到前面的彎 角度是怎樣 喂喂喂 因為他斜下去 所以想脫離的彎 變得很困難 無可避免速度減低 不過暫時都比較好 到這個路段 還未必須要開始 整天按Page Drop 來維持車在高的坡 即是Gear Boss 暫時不順 是Gear B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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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另一邊 滑後兩邊 下一個 延伏 可以這樣做 這裡有相差 這個要保持速度,很困難 比賽差不多到一半 暫時都可以 因為這裡大概是11分鐘完成 應該是11分半小時左右 差不多 如果現在用了大概6分鐘左右 就剛剛過一半 剛剛過一半 其實也不太好 要後面開快一點 開得快的話 當然 我們又去到這些很煩 很害怕 因為看不到彎 怎樣入怎樣出 很容易炒車的路面 但是偏偏 這些通常都是高速路段 所以你被迫著 被迫著 不然 不然 你這些地方不動盡 更差 嘩 這裡來個紅色彎 還有你這裡不動盡 你追不到時間 我剛才那段 由8秒追到6秒 但又被拋回7秒幾 快點 我們去吧 重點 在水平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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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控制不到車子飛到哪裏 回到哪裏 直到這裏 灰色 好像地面上有很多碎石的路段 去到這裏的路段就好些 說就說容易,但只有一個S彎 回到時間 因為一直都保持完200公路 接著又回到泥路 泥路就反了 泥路減速減得很厲害 黃色彎還來 嘩,看不到 這些舊遊戲 其實就算新都有機會出現 就算比較新 因為現在 90年代的遊戲都會出現 剛才的情況 好像出了畫面的外面 好像出了遊戲世界的外面 開始要... 五波 何時上六波 不過不行,因為正在上車 車快不到 正在上車 引擎又傷害 可以 左邊 方向 左邊 右邊 右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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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就快10分鐘了 但是似乎11分鐘到不到 追剩2秒多 上到六波 又是深藍路段 這裡來個黃色彎 左邊 好,剩下一點點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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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快到終點 左邊 右邊 因為上山加速 左邊 左邊 11分49秒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對我來說 足夠贏 足夠贏其他主要對手 但是 對我自己來說 這個成績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因為我大概最快的成績 會比他快10秒 但是整體來說已經足夠贏了 因為其他主要對手 都不是拿得那麼好 那就 變成 美國有個上來 然後 葡萄牙和日本的兩位 就 讓我反擊 20秒 你看到我最好的成績是11分41秒 所以其實是萬了8秒 成績不太滿意 好 這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 看看 應該會走第19、20和21 我想走三個路段 19、20和21走三個路段 我們下一集好嗎 下次再見 拜拜